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副将 这是我亲手做的桂花糕 您带着路上吃 谢谢小松娘子 也帮我谢谢夫人 每天还念着我们 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不是夫人安排 为我 我 我自小编入府中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您 是您与将军在比剑术 小松十分佩服与倾慕您的剑术 我 小松娘子 是不是想学剑 我是对将 对副将您 是 副将 该出发去金营了 好 好 走 我先走了 走了 小松娘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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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该死的豹子头 怎么哪儿都有你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 逼撕了你的大胡子 皇上 微臣近日调查发现 永宁博楚修明 与夫人之间夫妻矛盾严重 另外 边关军饷 一直没有发放 有贪污传闻 贪污 这是何意啊 启禀皇上 边关已有两年未发放军侠 但这军侠年年都下发 却不翼而飞 实在是可疑啊 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没有人告诉朕 皇上息怒 财相 你意下如何 皇上 楚将军虽残暴 但为人正直 此事定有隐情 不如派人前往军营 暗中调查清楚 下 下 下 启禀皇上 九公主她 她又晕倒了 拜驾 朕去看看她 是 拜驾 皇上驾到 参见皇上 九儿 可安好啊 便告皇上 公主 忧思过度 是因 相思成疾 都下去吧 是 九儿 你以数月如此 这样会熬坏身体的 九儿之事 父皇不必挂心 相思议 我心如磐石 不可转印 娇儿 臣妃曾经是父皇最疼爱的妃子 她因为难产而死 你从小就继承了她的聪明和美貌 朕也是最疼爱你的 如今你这般模样 你叫父皇心里 多难受啊 我知道父皇最疼爱我 但既然如此 为何不答应九儿之愿 你是公主 那区区一介侍卫 如何匹配啊 父皇若真要如此 九儿便以死明治 在黄泉下见母妃 你若真要嫁的 那以后在这京城 你怎么生存下去啊 若不是能和爱人在一起 那这公主的名号又有何用 你要执意如此 朕立马下令赐死你个人 父皇若执意如此 久儿便以死明治 朕放你出去游玩一番 散散心情 父皇觉得九儿现在 还有心思出去游玩 听说边关永宁博 和他夫人之间的矛盾 特别深 朕 怕影响边关事务 你去带朕看一看 如实回报 他人之事 与我何干 就这么定了 即日启程 久儿 久儿 此次出行 你要好好地保重 记住 你是朕 最疼爱的孩儿 皇上 对楚将军之事一直不肯下狠手 听闻皇上 今日派了九公主去边关 我已派细作随行 请大人放心 一切皆在计划之内 将军与锦爷几经坎坷 终于携手相伴 不过你们虽已成婚 但从未大半宴席 终究是个遗憾 是本将军对锦儿呵护不够 本就是我亏欠的 是该本将军 对锦儿做出一生一世的承诺了 这段时日可算是累死小姐我了 占天斗地防狐里 最后还弄个子虚乌尤 还差点冤枉我家魔王 你可千万别放松警惕 那如果是我家素素 方圆无礼 但都不可能要母的 更别说将军了 你与将军 虽已有夫妻之名 但未行拜堂之礼 不如 补办婚宴 说得也是啊 我跟将军就差拜堂之礼了 我欲与锦儿接连礼 素素晚婚 只是 现在情势不容乐观 朝堂大臣对我虎视眈眈 危机重重 我不愿让锦儿 与我一同陷入危机之中 将军 所言极是 为妨夜长梦多 我要与将军速速拜讨 免得刨人惦记 我的大伙 必须要轰轰烈烈 宴请八方 乡与将军都爱吃好喝好 小姐所言极是 我与夫人的婚事 必须秘密进行 唯有可靠职 方可知晓 将军 所想甚好 我要敲楼打 欢欢喜喜地告诉全天下 我十人姐 要与将军成婚了 小姐所想甚好 此刻 我便去找夫人 我现在就进行的 小姐加油 小姐 将军 锦儿 我有话要对将军说 我有话跟锦儿讲 我们成婚吧 我们成婚吧 宁儿 你与我拜堂之事 低调 大错大犯 既我今日要与将军成婚 必定要把自己 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务必要挥霍无度 人尽皆知 是 怎么了 将军不肯为锦儿花钱吗 并非锦儿所想 那是何故啊 锦儿与将军的婚事 一生一生就这么一次 原来我在将军心里这么不重要 本将军怎会不知道锦儿所想 锦儿 是本将军想要用一生守护的人 本将军定要将这天底下 最好的给我锦儿 那又为何 朝廷大臣 在我身边安插戏组 恨不得列出 杏竹难书的罪责 我还没有找出背后之人是谁 你是朝廷监军 我乃边关将军 二人皆为公主 关系不该过于情谊 更何况 是情连礼之事 什么狗屁前军 我才不要当呢 我只要做你的小娘子 竟然此话中听 那婚事怎么办啊 你我可先不顾朝廷之事 难道 你不为你的人着想吗 我的人 销塑之事 危机难量 你我在如此高调行事 恐生变化 销塑 热热 罢了罢了 低调就低调吧 锦儿果然是本将军 深明大义的小娘子 不过我有个条件 婚事可秘密举办 但该有的喜庆之色 一样都不能少 谨遵监军之命 花鸭为证 不过 怎么才来呀 快点快点 你看看都布置好了 就等你了 都送来了 往里送往里送 走吧 好啦 哎哟 弄什么呀 弄什么呀你们 真是 走走走 走走走 娘亲 妖儿马上就要出嫁了 小姐 热热舍不得你 热热 你是我的陪嫁丫头 我们是不会分开的 我是真心地 替你感到高兴 柔柔 很快也会有属于你的那一天 小姐 我们小姐 要漂漂亮亮的 风风光光的出嫁 的 风有你的口吻 将这远方雨纷纷 我在梦里停顿 数着记忆的年轮 为的那句炙热的情声 甘用一声繁华换复尘 交给酒一尊 把故事封存 爱是红尘留下的余温 花开花落聚散成银横 仍有岁月天真 唯一人 爱是红尾遇见的初春 无声无息推开了心门 人斗转和心意 愿总一步而成 一拜天地 手心里的掌纹 乱与似乎 呼吸对半 爱是红尘留下的余温 从忘不尽的眼神 写在每一个晨昏 纷扰之中寻觅着安稳 哪怕离合悲欢之一瞬 交给月圆 把故事铺沉 奉勿奉勿奉 奉勿奉勿奉 爱是红尘留下的余温 和花开花落聚散成银横 仍有岁月天真 唯一人 爱是红尾遇见的初春 无声无息推开了心门 人斗转和心意 愿作异不尊 愿作异不尊 爱是红尘留下的余温 花开花落聚散成银横 仍有岁月天真 唯一人 爱是红尘留下的余温 爱是红尾遇见的初春 无声无息推开了心门 每龍战可惜你 愿作异不尊 相绝为何在此停住 说话呀 春风花草香 我御伴锦儿 年年岁岁 上桃花 望春雨 夏日艳阳照 我愿随锦儿 朝朝暮暮 如蝶令花 如脚死期 秋月亮相合 我守着景 巴深夜 画家长 冬雪百丈冰火 我护着景 知冷知热 相恋到白首 从今以后 锦儿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都有本将军来守护 爱我锦儿 每一年 每一季 每一时 每一刻 我护你一生一世 我护你一生一世 锦儿 你可愿嫁给我 生死结果 不离不弃 我护你两世 轻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未困乏 你必须全部写完 那写字太骂了 要不我再说一次给你听吧 不要 你现在是我的俘虏 你必须任由我摆布 好好好 快点写 你必须任由我摆布 我摆布 你还没有摆布 我摆布 我摆布 这个是短暑的 洗好了 还差个手印 好 满意了吧 那我也来一个 接下来 夫人 要对你的俘虏做什么呀 那你说说看 我是服了你的人 还是服了你的心啊 人 心 皆被夫人所服了 风有你的口吻 将这远方雨纷纷 我在梦里停顿 数着记忆的年轮 为的那句炙热的情声 甘用一声繁华换腹针 交给旧一尊 把故事封存 暗示红尘留下的余温 花开花落聚散成银痕 仍有岁月天真 唯一人 暗示红尘留下的余温 爱是荒雾遇见的初春 无声无息推开了心门 人都转 可信你 远走一步而沉 伯君早去早回 今儿放心 乖乖待着 等本将军今晚回来 炕 思雨 回来 远走 得倒 快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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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 你了 我了 云医师 我知道 早生贵子嘛 对 生 生 要生的 夫人 我这就去准备孩童用品 马上就要派上用场了 买 买 买 那我扶你进去休息 走 走 皇上突派九公主入住将军府 明日便到了 皇上到底有何企图啊 皇上此举实在匪夷所思 让人琢磨不透 此事该如何是好 将军与几爷刚刚完婚 这九公主就奉命而来了 莫不是皇上 想撮合将军与九公主 若真是如此的话 按照几爷的脾气 怎么能忍受得了其他女子 在将军府同出同入 朝夕面对啊 本将军绝不会让锦儿受如此畏惧 我会自行处理 锦儿脾气火爆 此事先觅而不发 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好 小姐 别看了 时间还早 将军回府还早着呢 哪有啊 我知道将军在军营中忙事务 忙得很 是啊 将军在军中 小姐的心也跟着飞到军中了 你还说我呢 那你的心不也早就飞到素素那儿去了吗 那可不是 是素素的心在我这儿 够了够了够了 你我二人虽与他俩心心相应 但是切莫 耽误了将军和素素的正事 是 我呢 这就去给你备韭菜 等将军回来 你们就可以继续温存了 绕绕 你怎么跟青春一样有嘴槐舌 还敢取笑我 你现在不用人取笑 你脸上写得清楚着呢 我 写什么 思春 绕绕 小姐莫要欺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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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要 要 要 和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啊 让你这么有心 我 我要告诉你了 你千万不能跟别人说 嗯 皇上 派九公主入宿将军府了 这是为何呀 我也不知道啊 将军说他自有主张 不过 按照锦爷那个火爆脾气 你可千万不能告诉他 嗯 千万千万 嗯嗯 千万千万千万 嗯 那 他说将军人呢 素素说 将军军事繁忙 今夜就留在军中 不回府了 难道将军不回府 跟九公主有关 我觉得他是心虚 不敢见你 将军为何心虚啊 嗯 你想啊 这皇上让九公主入住将军府 肯定是想让九公主和将军 培养感情啊 这两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 万一他们真培养出感情了 这九公主再让皇上赐婚 你可抵不过这个皇亲国旗啊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不过经过上次英族公主这个事啊 我相信将军对我 是绝无而行的 那你就请将军回绝九公主 这皇上指定让九公主入住 怎么回绝啊 这皇上也真是的 不知道他是不是看你和将军 过得太幸福 非得给你们添毒啊 也不知道这皇上是怎么想的 这刚走一个英族公主 又来一个九公主 这是要让我和将军的生活不安什么 嗯 不过 小姐你放心 将军肯定自有办法 将军事务繁忙 九公主呢 又必定要入住 我可不能坐以待毙啊 我得主动出击 小姐 你又有什么不牢靠的鬼主意了 有了上次英族公主的经验 相信对付起这个九公主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你打算怎么做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我们先去会会那个九公主 你应该是最健碩的 那个祝福 请公主稍住休息 等营炸扎好 我再请公主下车 没事 你先扶我下来吧 这么大阵仗 人家可是公主哎 想想你当初 嫁进将军府的时候 咱们可是走着去的 还被人追杀 这 人别人气死人呐 这么美的吗 你怎么能被他迷住了呢 他可是你需要 严防死守的洪水猛兽 是对将军虎视眈眈的人 不能兴奋 柔柔 很多事情嘛 也不一定是我们所想的那样 可是夜长梦多 你不抓住时机 怎么能赢呢 柔柔你看啊 这儿那么多人 别说干掉公主了 就是你我稍微接近一下 都会被公主身边的侍卫 乱刀砍死的 这倒是吗 那啊 再等一会吧 看看有没有机会 接近公主 走 参见九公主 你们是何人 我乃永宁博楚修明的夫人 迫不得已来此处见公主 还请公主听我把话说完 你 当真是永宁博楚修明将军夫人 千真万确 起来说话吧 谢公主 你既是将军夫人 应该知晓 皇上派我入住将军府 你不在府中等候 为何在此来见我 我已知公主入住一室 不过有一室 我必须要向公主说明 你说 所以我与楚修明已完婚 刚刚听你所言 我也深为感动 你与将军 历经坎坷 最终修成正国 实在是让本公主 羡慕不已 我不知公主此行是何意 不过我与楚修明 真心实意相爱 还望公主成全 没想到 在这荒野之中 还能够遇到一个 如此知情 知爱的将军夫人 你既把你的心事 和我诉说 我也赤诚 将我的心事交付于你 公主有何心事 我与姐姐的遭遇不同 我与你 他将苏辰 是皇宫里的侍卫 我与他情深似海 但出身悬殊 爱而不得 我出生虽然是金枝玉燕 但皇宫里没有自由 有的只是无尽的束缚和痛苦 世人都以为荣华福贵 无限权力能换的一切 而我拥有这一切 却连与秦郎再见一面都不曾换的 他死了 我在父皇的大殿外跪了三天三夜 最终留了他一条性命 赶出宫去了 从别后 一相逢 几回魂梦 与君痛 舅公主 你别哭了 你这样哭 我看着也怪难受的 宫主保重 可是宫主 就算是这样 你也不能来打扰我们家小姐和将军的生活呀 柔柔 不得无力 夫人不知 我的命岂是我能够决定的 她离开以后 把我的心也带去了 我日思夜想 便只能终日与汤药为伴 就想留着我自己的一口气 能够再见他一面 这次父皇派我前来 一 是为了让我散心 二 也是为了让我看看你和将军的生活 可是刚刚替你所言 得知你与将军 确实恩爱有加 反倒是让我心生爱上 原来如此 宫主 你不要误会 我与你诉说与将军的经历 不是故意要刺激宫主的 只是 此次我如若入住将军府 看到你每日与将军恩爱 心里肯定更加不是滋味 不如明日 我还是返回皇城好了 别啊 我虽不知皇上是何用意 不过让公主出来散散心 是对公主的身体有好处的 公主大可安心入住将军府 且而我一定护公主左右 让公主早日抚平忧伤 我心已死 夫人 不必再寄怪于心 公主千万要保重 就算是为了你的胎 你一定要好好回下去 总会有见面的那一天的 真会有那么一天呢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 你们那么相爱 我去走走 你们不必等我 环郊野外 公主安全为重 我说不必跟我 就不必跟我 若若 别睡了 快 快 快 我若有事 自当会换你们 机会来了 走 白色 亲密的月光 偷偷留起了窗 轻轻轻握在我耳旁 轻轻握在我耳旁 随着情绪流浪 温柔优雅的月光 觅惑 蒿轻轻握拥补 封标 早吃靠万冲 或 Parad там игра豒 明今天早前资 邰古� 中跌着忧伤 心还将苍穹点亮 千月光 百月光 尘黄凉 爱疯狂 继续深情遗忘 沉入黑影 背影拉长 心念在心上荡漾 千月光 百月光 尘黄凉 秋风浪 白风大雨 似云在心上荡漾 千月光 百月光 如梦想泪滚烫 情声般永远方 坠入朦胧的幻想 心事难了也漫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